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国故事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鲁班发明木匠利器 古代工匠智慧结晶 二司马香儒家作常能富 汉武帝前贤情深 三王昭君初赛和亲 汉朝外交美人计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鲁班发明木匠利器 古代工匠智慧结晶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古代的爱迪生 鲁班 一位在木工工具界 拥有传奇地位的人物 鲁班 这位古代的工匠巨匠 不仅是木工界的偶像 更是古代智慧的华山 他发明的工具 不仅让当时的木匠们 惊呼连连 甚至让后世的人们 也不得不佩服 他的聪明才智 首先 我们的说说鲁班尺 这可不是一般的尺子 它是古代工匠的iPhone 极多功能于一身 据说 鲁班尺能够测量 天地间的一切尺寸 甚至连人心的善恶 都能亮出来 当然 这后半句 可能是后人加油添醋 但不可否认的是 鲁班尺的精准度 对于当时的建筑工程来说 绝对是革命性的进步 再来是鲁班尺 这可不是普通的句子 它的句齿 经过精心设计 能够在木材上 画出比现代机器 还要直的线条 传说中 鲁班尺的句齿 是按照凤凰的羽毛 来设计的 这样人不禁想问 鲁班是怎么接近凤凰的 它是不是也有一套 古代版的动物 语言学 除此之外 鲁班还发明了鲁班锁 这是一种巧妙的结构 可以把木头组件 互相锁紧 而不需要任何钉子 或胶水 这种设计 不仅展现了 鲁班对立学的深刻理解 也让后来的一家家具 看起来像是 抄袭了它的作业 当然 鲁班的发明还有很多 比如说用于提升重物的鲁班椅 用于测量风速的 鲁班风铃等等 这些发明不仅让古代的建筑事业 蒸蒸日上 也让鲁班成为了 后世工匠心中的偶像 总的来说 鲁班不仅是一位 机翼超群的木匠 他的发明 更是古代工匠智慧的结晶 他的故事和发明 不仅让我们对古代的技术和创新 有了更深的理解 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智慧和创新 永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不解动力 而鲁班 无疑就是那个 用木匠利器刻画历史的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司马相如家作《长门妇》 汉武帝前嫌情深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司马相如的《掌门妇》 这可是一段古代版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 只不过 这里的主角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 而且没有那么多悲剧色彩 反而多了几份宫廷 尔虞我诈的辛辣味道 《掌门妇》 是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期的作品 这位才子不仅文笔出众 还有著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 她的家作不仅仅是为了 展现自己的文学才华 更是为了赢得美人心 当然 这里的美人不是别人 正是四川才女卓文君 掌门妇的背景是这样的 汉武帝的宠妃 李夫人因为失宠 被贬到了掌门宫 司马相如在这篇妇中 描绘了李夫人的悲哀和孤独 以及她对汉武帝深情的回忆 这篇妇的文学价值 在于她细腻的情感描写 和华丽的词早 让人独来既觉得心疼李夫人 又不禁佩服司马相如的文笔 但是 这里面还有一层深意 司马相如 其实是在借李夫人的故事 来表达自己对着文君的爱慕之情 这种遗骨欲经的手法 不仅让汉武帝独后大魏感动 也让后世的我们独来 忍不住要给司马相如点个赞 当然 司马相如的文学 成就并不仅仅依靠 掌门妇一篇 她还有子虚妇 上林妇等名作 但 掌门妇 无疑是她情感 最为真挚 最能打动人心的作品之一 幽默地说 如果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 发生在今天 他们可能会成为 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司马相如的微博粉丝数 肯定会破译 而卓文君的每一条朋友圈 都会被点赞翻墙 当然 这也提醒我们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真挚的爱情 和精湛的文学 总是能够穿越时空 感动每一个人的心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王昭君初赛和亲 汉朝外交美人计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古代中国的一段传奇故事 王昭君初赛和亲 这可是汉朝版的美人计 不过这计较真的是以美貌来维系国家安全 而不是像传说中的西施那样用来灭国的 话说汉元帝时期 边疆的匈奴老是不安分 时不时来撩拨一下汉朝的边防 让汉朝朝廷头疼不已 汉朝的大臣们想来想去 决定用一个古老但有效的办法 来安抚这些野蛮的邻居和亲政策 也就是通过婚姻 联盟来维持边疆的和平 这时候 王昭君这位美女就被选中了 她不仅貌美如花 而且才华横溢 能师能化 简直是古代的才女典范 但是 她最初在选秀时 被画师毛岩兽给黑了 画得不好看 结果没有被选为皇帝的妃子 后来 元帝偶然发现了她的美貌 就决定让她出赛和亲 成为匈母丹鱼的妻子 以此来巩固汉兄关系 想象一下 这位城市里的才女 要去草原上 嫁给一个蛮横的匈母首领 这简直是古代版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 王昭君咬咬牙 收拾行李 带上他的话剧和诗集 踏上了长长的出赛之路 这一去就是千山万水 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传说中 王昭君到了匈母之后 凭借他的智慧和美貌 不仅赢得了匈母丹鱼的宠爱 还帮助汉朝和匈母 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和平 这可真是一个美女救汉朝的故事啊 当然 这其中也不乏悲剧色彩 王昭君毕竟是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国 去到一个陌生而粗犷的地方生活 他的故事 既展现了个人的牺牲精神 也反映了古代女性在政治博弈中的无奈地位 总之 王昭君出赛和亲这段历史 不仅是一次外交上的美人计 更是一段跨越文化和民族的爱情 与和平的传奇 而我们今天提起他 除了感慨他的美貌和才华 也许更应该记住他 为和平所作的牺牲和贡献 毕竟 和平是需要代价的 哪怕那代价是一位美女的医生 总而言之 鲁班的木匠利器 司马香儒的长门妇和王昭君的初赛和亲 都是古代中国文化中的传世瑰宝 这些故事和发明 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历史的感受 也启示了我们对智慧和创新的重要性 鲁班的发明 展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和创造力 他的木匠利器 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建筑工程 也成为后世工匠心中的偶像 司马香儒的长门妇则展现了他的文学才华和情感争执 他以古玉京 让他的作品不仅感动了汉朝的皇帝 也感动了后世的我们 而王昭君的初赛和亲 不仅是一个美人际 更是一个跨越文化和民族的爱情与和平的传奇 这些故事和发明告诉我们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智慧和创新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不洁动力 而这些传世瑰宝也是我们对古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 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欣赏中国古代的智慧和创造力 好了 现在是你们的时间了 你们对这些故事和发明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来吗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